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传的是因为追车禁速所发生的事故 凌晨四点多 路旁冰廊滩前灯光闪烁 一辆影射轿车急驶而来 冲撞路旁人行到花圃 轿车当场翻覆 车身严重扭曲变形 二十九岁将进驾驶受困车内 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撑开车门救人 卡在驾驶座 我先连哭 没有意识 没有呼吸 驾驶被救出时没有意识 送医后宣告不治 同车的另外三名乘客受到轻伤 不过警方调越现场监视器 发现一色轿车翻覆后 驾驶座后方乘客抛出车外 而被包夹在中间的驾驶挥着手求救 当时一旁至少有三辆车经过 却没有一个人肯愿意下车协助 事后现场至少有七到十个人陆续到达 却看了看之后就直接离去 在往前面时间点调阅 发现一色轿车跟另外两部白色以及黑色轿车 从国道三号街八卦山往园林交流道下来之后 就在市区高速行驶 是否三辆车有禁速的情况 附近道路确实有多部车辆起死 警方将查明好各项事证 并通知在同相关人员道案说明 目击民众推测 最后围在白色轿车旁边 没有伸出元首的民众 可能是跟死者同行的朋友 一场死亡车祸 扯出禁速追逐跟见死不救的争议 这部分警方还要厘清 华视新华主研作一切终于江华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